我们相识已经七年了 在一起也四年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认识的时间太长了 我觉得他好像对我已经腻了 越来越不重视我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明明是他不顾及我的感受 他却经常到达一趴 仗着我喜欢他 就经常有事没事的就瞎作 在他的心中 家人 朋友 甚至喝酒 游戏都比我重要 而且他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跟我说 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久 我还是很想和他好好地走下去的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郭25岁来自山西吉他老师 女嘉宾小李24岁来自河北战业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四年了 对 我俩认识了七年了一共 七年 对 谈了四年 对 谈了四年 我们是从高中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当时我是挺喜欢他的 但是碍于学业吧 可能当时也没有追他 考上大学 我说那个都要分隔两地了 我说那个努力一把吧 然后真正在一起 可能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 我们俩就真正的 是在一所学校吗 不是不是 一地吗 还是同一城市 对 一地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呢 不在一地了 真正在一起是我俩都毕了业以后 现在已经是一年多了 小片也看了啊 做了个牌位是吧 家人 喝酒 游戏 然后是你 是吧 对 因为现在就是在一起之后 出现了各种问题 然后我就感觉他现在越来越不在乎我 就是家人或者朋友都是最重要的 然后不在乎我的感受 所以我才来到这个节目 比如说上次 就是八点多的时候我刚下班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 我工作的地方又在地道桥那边 鸡水特别特别深 我就说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 我知道他那会儿在跟父母吃饭呢 但是八点多那会儿我问了他 我说你吃完饭了吗 他说我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怎么着来接我一下吗 然后他当时就说 他雨下特别恶劣 他说那你先打个车吧 就是不来接我 我当时不是说了吗 我说我好几个月都没跟父母见面了 我说当时回去赶紧跟我父母吃顿饭 我没有不让你吃 对 然后呢 我跟父母吃顿饭 你还要再给我打电话 你说不行 可是我给你打电话 那会儿八点你已经吃完饭了 所以我说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 雨下他就特别恶劣 他说那你就不能叫个车吗 那我当时我听他的我叫个车了 但是排队已经排到二三十号去了 然后他又来一句 往前走一个路口试试吧 你们单位那都下班 那肯定堵呆 又是地道桥呢 你就往前走一个路口 你明知道我要跟父母吃饭 我没有不让你跟父母吃饭 但是那会儿你已经吃完了 我说你能来接我吗 然后你让我 打车我也打了对吧 然后你让我打不到车 走一个路口我就走了 那本来水就深嘛 鞋子里边衣服全都湿了 我后来是不是去接你了 主持人你说 我后来去接了他了 他还是得理不饶人 那是什么时候听我来接我的 你是看我已经生气了 所以你才来接的我 根本就不是你情愿的 我问个问题 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 这事能搞定吗 能 确定吗 确定 所以男朋友害人的就不能要 我同样一个问题问你 如果当时是追他的时候 他让你接他 你是马上去呢 还是在跟父母聊会 我可能会马上去了 为啥现在就不去了呢 现在我是说 所以我生气的点就在这 对啊 因为他之前就是 不用我说 他每次就会来 所以我要告诉他的结论就是 不要找街头 现在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在 你就是没有当初追他的时候 那么在乎了 事实摆在那吗 大大方方的城有什么不行的 对吧 行咱们说喝酒吧 他酒瘾特别大 一周七天他都能喝八次酒 伤身体不说 然后他还特别耽误事 我觉得喝酒这个问题 我耽误什么事了吗 我朋友多 他这个朋友叫一下 那个朋友叫 我也摸不开面 我不想跟你说 主持人您是听我说 我不想跟你说 就是那天我姐姐 要就是来我们那个地方 从外地来的 我提前跟他说好了 你就提前把事安排一下 结果我姐来了之后 他又许跟朋友喝酒了 我三四年都没见到朋友了 正好要来石家庄 那我姐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吗 但是我后来也是去了 你就不能老放一放吗 我说那个你先陪陪你姐 我把这边先安排一下 安排好了 我让我吃个饭立马就过去 行 我说你先陪你朋友 我跟我姐先是 你迅速赶来 我是这么说的吧 你今天来的 都十点了 你来干什么 都吃完了 你来干嘛了 那在饭桌上 我也不好提前走啊 三四年都没有见 然后朋友们都在那说 我都好久没有来了 你还提前走 那你哪怕你先见了 我姐你再去见他们 也可以啊 对不对 而且那算是什么朋友啊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主持人你知道吗 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我说你到哪一步了 能不能快点来 如果说是一个真的好朋友的话 会劝着他 让他赶紧去 知道哪方重要 他朋友说 哎呀马上就喝完了 就差这一口了 最后一杯啊 马上把他马上过去 结果呢 等到十点他才来 十点 但是我是去了呀 我表明了态度 我说去见一见 还是得见一见的 那你去了自己印象也不好了 那你去有什么用吗 你就是不在乎我了 什么也别说 我觉得你做的也 又不是说很好 所有事情 我觉得你的毛病也有很多 我觉得并不是我的问题 我们经历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去接他朋友 他两个朋友到我们这里要玩 然后他说带他们朋友去玩一玩 游乐场吧 他明知道我恐高 就是我玩不了这些刺激的项目 然后呢他说 那个朋友都来了 你们就玩一玩吧 带着他们玩一玩 咱们一起去玩 那饭桌上我问你了吗 我说你去嘛 你自己说你去的 又不是我逼着你去的 饭桌上 你朋友都在那坐着吃饭了 我还能怎么说呀 我还说啊 就是不去那个地方 但是我问过你好几次 之前没经历过 我不知道你会真的恐高 而且我问了你好几次 问了你的意见 你说你去的 就去了 你现在又翻过来赖我 对 我第二天是不是带着去了 咱们一起去的 去了我到那个过山车 或者大摆锤 到底下的时候 我就说你们上去玩吧 我在下面等着你们 我确实是心里在抗拒这个东西 因为很恐高嘛 我 然后呢 你朋友说 没事这个不害怕 你上去玩吧 然后你不帮着我说话 你还说啊 对 我朋友说的挺对的 因为我们那会儿 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程度 人家可能就是想让你挑战一下 而且说去的人也是你 我们都问了你的意见了 对 我上去了 我去玩了 就过山车陪着你们坐了 下来以后呢 扭头就吐了 但是呢 你还在那里说 没事他就是那样 那我能说什么呀 因为我朋友那会儿 已经也挺自责的 那我肯定不能让他们 觉得什么呀 那这跟我不在乎 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怎么没有关系啊 玩完以后 他说吃个饭去吧 我说行啊 然后他说吃什么呀 他说咱们去吃海鲜去吧 我比较喜欢吃海鲜 但是那一阵呢 我在吃药 就吃不了这个海鲜 然后你说 你说什么呀 你说我朋友都来了 人家就愿意吃海鲜 你怎么就将就不了呢 你过去 我给你点个粥 是什么钱 我给你点个粥 你在旁边喝粥去吧 主持人 你不能听他当方面说 因为我朋友那会儿 就来两天 想吃那个蒸汽海鲜 我说那咱们就将就一下 定个地主之仪 咱们别那么自私了 你要不能吃 我给你点个粥 有蒸饺啥的 能吃饱 那你明知道 我喜欢吃海鲜 那你不觉得 你这种小小特别自私吗 你让我坐在旁边喝粥 看着你们仨吃海鲜 我说了 我给你点别的 你能吃饱 咱们就将就一下 如果是你的兄弟来 我即使不喜欢吃这个 我也会去选择吃 为了你的面子 我会让他去吃呀 我不是不喜欢吃 我是喜欢吃海鲜啊 你让我坐旁边喝粥 然后看着你们仨在那吃海鲜 那你那会儿不吃不了吗 那你就吃点别的吧 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是 他强调的是 我喜欢吃而不能吃 对 你多难受啊 但是 你能理解吗 你说换位思考 你换位思考过我吗 你说 你这磨叽呢 你这对时间观念 一点把控都不到位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 明天我十点有点事 你能不能早晨送我一下 我说可以啊 我说我第二天十点 也有一天的工作要做 九点二十 我就开车到你家楼下 到时候你就下来 我送过去就差不多 我在回我工作的地点 我是十点一天的事 对不对 你几点下来的 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那么晚下来 主持人 他约的九点二十集合 他八点半 我床都没起呢 他就开始催我 就一个劲地打电话去催 我是不是要提前告诉你 我说你提前收拾收拾 但是咱们提前 已经约好时间九点二十到 我肯定会到啊 那你 我连床都没记住 他就催我 而且我告诉过你 不要去催我 你性格急 你OK 你急你的 你不要把你的生活频率 强加在我的身上 我有我自己的频率要走 但是呢 但是你九点二十下来了吗 你并没有下来 你九点五十才下来啊 你一半个小时 你给我打了五个电话 我有这时间 我早收拾完了 我不得告诉你 我出门了吗 而且那会我跟你说 我说你千万别催我 我知道着急 你越从我越挤 越好时间 我肯定能办到 但是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自己的生活频率着急 他把我也带着着急 把我频率就全部都打断了 不是 您他的是自己叫一车 您是爱啥频率 啥频率不就完了吗 因为当时 所以你从你的身上 真的看出来 不需要谈男朋友 不是因为 对吧 人生全乱了 搅合你啊 你也是 有工作安排 你着急 你就别九点五十 您再提前点 不就完了吗 您就说八点半 我们就走 我后面有事 这不是解决了吗 为这点事 吵来吵去 我都觉得不知道 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七夕的时候 也要看电影 是不是提前一天买的票 十点的电影票 然后呢 我九点四十到了以后 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说你出门了吗 你告诉我出门了 你几点来的 那我之前 这不是都一个事吗 我之前都已经跟你说了 我都没睡醒了 就开始打电话催我 就把我的生活平均 全部都打乱掉了 你几点来的 十点的电影 你十点半才到 一个半小时的电影 前半个小时 我都没看到 你打电话给我打了半个小时 我怎么去收拾呀 而且七夕 我不想打扮得漂亮 也要跟你约会吗 我也是出于好意呀 说白了 你现在就是 看我哪都不顺眼 就是腻了吧 我没觉得你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 那您呢 在业 就是没有稳定工作 就是还在寻找的工作 对吧 你现在对他的工作满意吗 我对他的工作职位挺满意的 但是我不满意的 就是他的收入什么的 什么意思 不理解 我是觉得就是按照行情去走 他的课费可以再往高的去收 就是他课时费低 对 因为我就是觉得 他得为我们的以后去考虑 我觉得我挺为以后考虑的 因为你也说了 那你不是干那些事啊 你也说了呀 你说我也是刚毕业 我刚到社会上 我也是从底层做起啊 对不对 我又不是说我上来 我就有口碑 你不用那个 对 换而言之 女生对男生现在的工作状态 并不十分满意 我理解的对吗 我觉得你理解的挺对的 老师这个行业我挺喜欢的 但是他的收入不行啊 因为不行 好不满意就是不满意 没什么 男生学音乐对吧 对 你学音乐你也可以教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 他在做什么 他现在 他说他在找工作 但是我看着他并不是在找工作 那他在干嘛 一有时间去约上他三五个闺蜜 去逛逛街啦 去看个电影啦 去玩一玩 去打个麻将 那我也是找工作了之后 我去找完了我才去打 那只是没有合适的工作 我觉得你要有这个时间 你可以去提升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去看看书 提升提升自己 而不是在荒废这个时间 你知道吗 你也是刚毕业 我也不是说让你挣多少钱 我说你稳定下来 你去找一找 去努力努力 对不对 我工作是没有稳定的 但是我玩这些 我去有这些爱好 都是我找工作 我完成了现有的工作之后 我才去的呀 不是你完成了现有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 因为我 就是找工作 不是 我可能没有稳定的工作 但是我可能会跑一跑演出啊 那些的 行吧 男生对女生现在的现状 也不满意 说白了 他现在就是对我腻了 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我没有对你腻 我是让你改正这些毛病 你比如说上次吃饭的时候 我就看见有一个男的 给他发消息 那个我已经看见 不是两次三次了 就是经常给他发 那个男的发消息就是 在干嘛 吃饭了吗 晚上我俩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 然后呢 你那时候说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我说我看见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就一直在那里结识 他说你要不信 你就看 你就翻了 如果是不正当的关系 你能看见这些消息吗 但是呢 他是约我了 但我去了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 已经对咱俩的感情 产生了威胁了呀 那怎么威胁了 我觉得男生最懂男生 就算他对我有非分之想 那他约我的聊天记录 你也看了 我也没有去呀 而且如果说真有什么的话 那你也不会看这些消息了 我早就删干净了呀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拒绝 那我没有去呀 我还不行吗 那你的生活 就没有一些异性朋友吗 异性朋友给你发消息 问你干什么呢 这就是有事吗 不是 我允许你有 那你不觉得 这是对我的人格一种侮辱吗 我觉得我没有对你人格侮辱 你现在就是不相信我 对咱们俩感情 一点都没有信任了 确实你们俩彼此都不信任 你们俩现在处在一个 什么状态当中 情感状态 已经冷战了快一个月 冷战 你还好意思说冷战的事情吗 我都还没说呢 因为上次我们商量 第二天出去玩 然后我朋友 就在饭桌上商量一下嘛 然后当时我们可能有些小吵 他当时我朋友的面 起声走人 他来一句 你们吃吧 这个饭我根本吃不下去 怎么着怎么着吧 走人了 那我在饭桌上怎么说的呀 我说一句话 我说咱们去这玩 你怼我一句 我说一句 你呛我一句 那会我也生气 我顾全大局 我没有走 那你为什么要起来走呢 我走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沟通吗 你为什么要走啊 而且我朋友都已经看出来了 人家都已经在帮咱们打圆场了 那咱们就给个台阶就下 我都已经下台阶了 你那脾气越来越大 说什么事 你都跟我拒绝沟通 起来就走了 你什么意思 把我晾那 把我朋友晾那了 我不可能当着你朋友的面 跟你去吵架吧 那你走了之后 五天没有联系我 我五天 我白天要工作 我晚上要演出 那你如果 但凡在乎我的感受的话 你就不会五天 不跟我工作 不跟我联系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个 那我跟你说 你为什么也不回我呢 那你这样不是 在比我说分手吗 冷战了多久啊 冷战了快一个月了吧 也不想是吧 因为我 因为我很忙啊 我白天一直在工作 我晚上可能会想一想 所以你还那么在乎她吗 我觉得 姑娘的问题问得挺好的 我觉得我挺挺 我还是挺 在乎她 在乎她什么呢 你是在乎这四年 或者这七年 对一个女生的 一直这种心心念念 是在乎这个东西 还是在乎现在 此刻站在你面前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都有了 我放不下以前的 我觉得那些 也珍惜 其实就是放不下 以前的那种 你现在并没有 真实在消耗 你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还有那么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呀 但是她做的这些事情 听我说的是 那么喜欢她吗 她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 她已经做了 事实是她做了 没有如果 如果你说她 不那么在意你呢 我想问的是 你还那么在意她吗 她不在意我了 那我肯定不会在意她了 所以你也不在意她了吗 因为女生 你看你在小片里 就用了一个逻辑是 她不在意我了 她的亲人 她的酒 她的游戏 都排在我的前头 那你心里面 她排在几样 我觉得 不发生这些事 她在我心里 肯定是第一的 发生了这些事呢 那我就要考虑一下 我可以给你揭示一下 至少她排在 你那些朋友的后面 因为你那些朋友的感受 远比她的感受 更不大 这就是事实 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 出了哪些问题 听你老师们的意见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记住 求必须 忍战是最容易 让感情 拽烈的杀手 你们的感情 述我之言 你拽烈也不远了 你口口声声说 女生说 她是不是 事事著作 你无法忍受 还是 有时候说 有时候不说 有时候说 有时候不说 你认为这正常吗 我觉得 还是正常 那你为什么 接受不了呢 刚才的你的 讲书当中 分明表达 对这样的作 很厌恶 无法忍受 但是从道理讲 你也明白 女生在恋爱当中 为什么喜欢作 她就是以此来获得 安全感和满足感 女生有时候多 还是一种测试 以此来测试 男人的心意和爱意 就像 接的那件事 叫车 和男友来接 能够是一样的吗 我们说 爱情的定义 就是能够相互照顾 对方的情绪和感受 你们两个人可能吗 做得到吗 一个25岁的男生 一周喝八顿酒 你难道这不是自己 和自己在做吗 你也同样 24岁的女孩 还在求职 却经常打麻将 麻将喝酒 是你们这个年龄 应该有的吗 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你们有这个时间吗 如果说两个人真心相爱 说不是问题 但在你们两个人面前 就是问题 为什么 你们两个人真的有这么相爱吗 如果相爱 淘汰在 爱的时间 空间都来不及 还会一周去喝八顿酒吗 还会去打麻将吗 这样的时间 早就渡浪给爱情了 所以今天很简单 答案你们两个人心里很清楚 你们再走下去 双方会更累 双方会更加的无法忍受 谢谢 我发现两个人都挺能说呀 说的都不爱听 对吗 你们俩心里也不舒服吧 因为你们的解释 更多是掩饰 都彼此在说 你不在乎我了 你不关心我 而那边呢 总是拿着各种道理和理由 来去应对对方的那种 虚空和失落 你们不直面问题 我就承认 我当时忙 我照顾朋友了 我忽略你了 行不行吗 承认有这么难吗 所以都在双标嘛 都说 你把朋友比我看得重 而这不也是一个意思吗 其实那一会儿 照顾一下朋友 也未尝不可 没什么 毕竟那生活的一个小片段 大分时间 你们俩得去面对 但是反过来 咱得承认呢 那一会儿对不起 就牺牲你了 为了照顾他们 你 那你好了 我跟你再补回来 那你吃海鲜 行不 能忍不 不就完了吗 说一句废话 小梯大做 没事找事 说明什么呀 包容不够 说到底 爱不够 不见地在挑剔 各种的不满意 这个年龄 你看把自己 看成了一脸 严肃 这边的脾气越来越大 在反抗 在辩解 总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所以这样下去的话 你们的日子 肯定是没得过的 分手是一种地图 但是吧 又有不甘 但是呢 感觉 就在你们的言谈 举止当中 一点一点地 被耗没了 所以呢 这里面 我特别欺贴女生 一些小事 能不能 就不不放 毕竟 生活的全部 不仅仅只有爱情 和你自己 怕上班了 要照顾一下客户 照顾一下工作状态 其实你不打扰他 他主都会来找你的 你越挑剔 他就越烦 越烦越想躲你 他就觉得 这段感情 好像又不值得分 别把什么事 打个车了 什么事都交给男朋友 首先学会独立 上学的时候呢 可能 你们恋爱 是生活当中的 百之九十 那现在要出现上班了 为什么不好找工作呀 当你忙学的 你就知道了 原来 这事有很多事要去做 在工作之余 闲下来的时候 彼此约会啊 谈谈心啊 没有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整个情况 全面了 所以你们要有所改变 要不然你们这个状态 就一点点耗没了 然后就没办法再一看 请两位好好想一想吧 我认为在你们之间 之所以还不能分开 这一件事 认识了七年 谈了四年 所以你们才不分开 你看你们之间的这件事啊 我就琢磨半天 不对 这不像是四年 谈了四年感情的人啊 为什么每个人朋友都那么多 而这矛盾都发生在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而且那什么 芝麻大点的事 就能记在心上啊 比如说 我想吃海鲜 我不能吃 这也叫个事 然后去游乐园 然后吐了 这也叫个事 你们之间太没有事了 你们之间就压根 就没有感情 你们直接就说 分手就完了 干嘛非要找一个原因 为什么一定要找 是对方的原因 再分手呢 本身这日子已经过得 是没有意思了 四年啊 都可以结婚了 认识七年啊 彼此那么了解 还没有感情啊 你们真的对对方 已经完全不安 看不上对方 不理解对方 不信任对方 就没有在一起的 任何的心情 别彼此都说 哎呀 认识七年 高中同学 然后在一起四年 分了好可惜啊 错了 不合适 只有你们知道 真正合适的 感情好的情侣 或者夫妻 在身边朋友 一定不多 没有哪个情侣 感情好的情侣 一周喝八次酒 没有哪个情侣 夫妻在朋友 朋友面前还会吵架 因为那么 一大件事 你们彼此 真是看不上 你 一个不好 那个不好 那个 你能不能用三个词 来形容一下自己 你用五三个词 来描述自己 描述我自己 的什么性格吗 都写 我 描述不出来 我写了三 好吃乃做 好高勿远 不值好歹 你谈恋 谈废了 你现在有什么 不值得人意 你连说 几个词 好话都废了 你有什么不值得人意 谁跟你谈的意 谈一段恋爱 你谈的是什么 谈的就是别人宠爱你 你宠废 就到最后 活也不会干 钱也不会振 光会指着男朋友的鼻子骂 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还要他怎么样 你自己有什么行呢 我觉得 我也没有就是 天天打麻将 天天逛街 买东西 钱从哪来 男朋友给的 爹妈给的 无限放纵的欲望和情绪 不知掌控 一个人连自己的 情绪和欲望都管不好 你还能管什么 还要管男朋友呢 那 这事情 我跟你讲 不是你 一直给安全感 它就有安全感 错了 你安全感 比的越多 它越没安全感 就好像 你一个人 天天穿很多衣服 他就很容易感冒 你谈恋爱之后 你把谈恋爱当事业 你谈恋爱之后 整个人的人生都没了 生活都没有 什么都没了 你还算有分心做 然后你呢 这不是爱 你知道吗 这不是爱 你用你的情绪和贪婪 绞杀了他的生活 你用你的那些 所谓的统义 统爱 去绞杀了他的独立能力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谈成恋爱呢 你想想吧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千万不要 因为一场爱情 让一个人 你学 对吧 你可以有你的游戏 你可以有你的闺蜜 爱情不过是你们 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 真的不是全部 现在你们把爱情当全部了 女性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都有我了 我要你干嘛 所以 从要到依赖 从依赖到废调 没了 男生也是一样的 追的时候 怎么着都行嘛 当是一切原则嘛 欺骗嘛 因为那个做法 不可能持久和持续 当然没办法 一开始谈的时候 男性都是这样 为了追求 为了得到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这个激情期退却之后 你要表达呀 你要说呀 你要引导他 进入下一个阶段 而不在这停止不前了 最后就很痛苦啊 还在那儿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我很在乎他 你既不在乎你父母 也不在乎他 就咱不骗自己 就生活里面 不要欺骗自己 喜欢就是喜欢 爱的就是爱的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 不再爱了 还有感情 咱们把话说清楚 指责攻击没有用 一起进入 甄情 我觉得 我觉得 在一起七年了 我也不太想放弃这段感情 对 人生也没多少个七年 我觉得 所以说 你的这些毛病 我的这些毛病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都可以去改正 我觉得咱们的事 都是小事 小到微不足道 我觉得给彼此一些包容 给彼此一些空间 只有我的想法 确实 美好肯定是有的 但是 如今到这一步了 肯定不可能是 一些美好就能 抵挡得住的 折磨着你 也折磨着我 最后要不要走下去 就得看你 能不能去改掉这些 东西 还是得 看你自己吧 谢谢两位 这次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东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看看老师们的预测吧 这段恋情很显然 男生还想挣扎 但我并不看好 男出女出 虽然不看好吧 但两个人 还是要双出的 我觉得双不出 我觉得双出吧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在吗 我跟你说 姑娘 这就是在你们恋爱的 最真实的一个铁道 分开舍不着 时间成本吧 所以男生又到 女生也到 你们回去要好好调整 女生 要不然人体太大 来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时间 好好的吧 我特别希望 今天是你们这段 感情的句号 重新开始吧 如果还有爱 谢谢梁敏 希望他们能够 重新认识 重新开始 寻找我们生活里面的 新鲜 谢谢 请不吝点